国际福伦3490地区今年度是再捐赠了 市值159万元的三组数位眼底摄影机给花莲县 7月23号举办了捐赠的仪式 卫生局除了感谢福伦社长年来的爱心益柱 也表示这三台的数位眼底摄影机 将巡回放置在13的乡镇市卫生所中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究竟的检查 早日发现视力变化的情况 致力社会公益服务弱势的国际福伦3490地区 今年度再捐赠医疗器材给花莲县卫生局 7月23号举行捐赠仪式 这次捐出了市值新台币159万元 三组数位免散同眼底摄影机 福伦社是行善天下 我们什么地方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往哪边去帮助 这次的话 原来规划是应该在7月之前 要监睛完毕 因为可能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远到7月底 才来办这个活动 非常感谢我们的花莲县的卫生局 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机会 来办一个监睛的活动 希望说这个监睛能够对花莲县 所谓的姓名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福伦社的话 监验是监验的物资就很多 当然医疗器材也有 像救护车 什么都帮助的学生 一个教育的信念 很多方面都有 可能这边卫生局 这边有这份的需要 所以说我们来做监睛的医疗设备 卫生局长朱家翔 很感谢福伦社的捐赠 他表示这些医疗器材 将巡回放置在各乡镇市卫生所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就近使用 这三组 我们会放在我们13象征的卫生所 配合之前的 四指会送的四台 我们总共有七台 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卫生所 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因为它是一个免散筒 而且是全自动的眼底摄影机 所以就像赵S光一样 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大人 那如果他有一些糖尿病 甚至他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高血压 这个心脏病的部分 那只要有任何眼底病变 或者他的视力发生的问题之后 我们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那做了检查之后 那这样一个影像 我们有我们的卫生所的医师 做初步的判断 那如果发现到说 如果有更大的一些病变的话 那我们会立刻会诊 我们的慈激医院 跟门楼医院的眼科医生 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有所约定 他们也能够帮我们解读片子 那同时将这些病患 在这些医生看过片子之后 确认他的一些疑意之后 问题之后 我们就会把他转诊到慈激医院 或者门楼医院 做进一步的治疗 所以这样子对我们偏乡的乡亲 他的视力的保健 眼睛的照顾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设备一个仪器 眼科医师也表示 数位免散红眼底摄影机 可以更快速又准确的进行眼底检查 及早发现各种眼睛病变 对于偏远地区的糖尿病患而言 是一大福音 每一年国际福人的慷慨捐证 让花莲地区的医疗设备更加充实 卫生局除了表示万分感谢 也强调会善用每一项器材 发挥最大功效来维护民众的健康 这里会幻视报导